最新的現場消息趕快要帶大家來關心一條人命到底是誰下手 如此的狠心彼此之間有什麼樣的深仇大恨嗎 這是今天凌晨警方所發現 在新北市鷹哥山水步道這裡有一個人倒在這裡 那麼當下報案的時候警方看他頭骨是明顯破裂 這是被人活活給打死的 那麼警方調閱了附近的監視器 發現有八個人動手故意把人拉到這裡來通歐致死 詳細情況許志成連線 另外一場衝突則是發生在台北市萬華的龍山寺 說起來今天開始正式的點燈 不過我們之前為大家報導過早在提早40天 這裡就已經有人大排長龍板凳啊 還有睡的帳篷都搬到這裡來 那麼一大早其實呢這6點開始發啊 今年搶頭傷的一樣又是這一對沈爸爸跟他的小孩 他們來排過7年有連6次都拿頭傷 主要是因為孩子患癌症希望為孩子祈求平安的 不過我們帶大家來看今天這個突發狀況 其實是因為現場排隊很長 那當中呢有個富人跟帶牌的黃牛發生衝突 第一時間他很氣居然揮刀差點見血 還好是有驚無險的確其實祈求這個是萬保平安的 我們帶大家來看廟方也統計了今天第一天 那麼目前發出去的號碼牌總共是有1300張 龍山市這裡說起來啊每年都有這種帶牌 帶牌的黃牛 那大家到現場就會發現了你看椅子啊 他們這樣排好還用紅繩給排起來練起來 主要就是因為大家都會提早來報導 那到底要排什麼呢 其實呢有分前墊後墊還有五種燈 你供奉的位置有不同來做區分 比方說像是這個華陀店啊還有聖母店裡面的鑰匙燈 這些是最熱門的那廟方也特別提醒了 就算你提早來排拿到了號碼牌 並不代表你燈的擺放位置 提醒大家行車平安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直擊到現場就要關心昨天晚間 所發生這個差狀意外 老先生騎車經過了台北的民權東路 在這裡怎麼被後面的車給追撞了 一塊了解我們連線請記者告訴大家 趙玲 我們要提醒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啊 高雄在鳳松路這裡有富人是騎腳踏車直行 結果呢有陰影車要右轉直接撞上 政治聚焦則是要帶大家來關心啊 政治人物展現親和力 不過接下來這個舉動可是讓醫生發出警告了 說的是韓國瑜前兩天出席了寶寶爬行比賽 那麼他自己是三個孩子的爸爸 到了這個現場你看抱歉的小朋友 左邊親了一下 右邊再親第二下 當下呢小朋友在現場突然嚎啕大哭起來 不過醫生說這其實非常的不應該 因為大人需要洗手嘛 那經過了這個家長同意也是關鍵 其實在碰到小朋友的時候也不應該用口腔去親吻 因為很容易造成病菌 另外一個話題則是韓國瑜的夫人李嘉芬到台中大甲來造勢 他這一天呢幫誰來站台旁邊站的是李嘉欣 那麼他在稱讚李嘉欣的過程當中強調說李嘉欣是比三級貧戶還要窮 等於呢再次用庶民牌希望大家能夠對他的出身感到認同 比較尷尬的是過去其實韓國瑜也用過這一招 事後呢被發現了原來李嘉在雲林可是所謂的殺死場大戶 那麼對手陣營就批評說這一番公開赤詞太過厚臉皮 李嘉這話題在今天持續的延燒啊 因為當初這塊地到底回填了什麼 目前開挖還在查 那麼韓國瑜前兩天啊 在抱怨罷韓民眾撐起了WeCare那個綠色布條的時候 說這個叫做遮羞布 不過我們帶大家來看看 李嘉這裡呢 這麼巧竟也出現了這樣如法炮製的綠色布條 這是他的妻舊李明哲 說呢要率領的是西羅相親製作同樣一款綠色布條 那麼上頭寫的字是要向國有財產署來抗議 我們帶大家來看 目前在整個開挖的進度又是如何呢 另外總統有誰做電價會不一樣嗎 我們帶大家來看 選戰倒數19天出現了這個議題 到底誰拋出來真相又如何呢 前總統馬英九是在競選場合這麼說 說如果總統票投蔡英文 未來電價將會調漲5成 那麼今天站出來說明的是經濟部 他們強調每年電價最多就是調了兩次 那每一次調最多幅度就不能超過3% 到底怎麼可能調到會是像這樣5成的數字呢 今天經濟部要求前總統不要造謠 熱热的掌聲我們馬英九從頭 總統常常說現在台灣的經濟是20年來最好的 我怎麼看都不覺得最好的 明年1月11號你票投蔡英文 將來你的電費可能比現在要多5成以上 我不是在危言聳定嗎 因為你沒有核能就沒有便宜的電了 外位則是自己親自站到第一線來澄清了 這位是尋求聯恩的雲林立委蘇智芬 大陣仗他到了地檢署前面要來開記者會 出他說話之後你會發現旁邊還有一群人 手上是拿著不要出奧部 不要想栽贓 強調自己從不買票 而且朋友也不會幫他買票 原來他陷入了對手對他這樣的質疑跟指控 我們帶大家來看蘇智芬今天怎麼說 你之間的選情帶大家來看 這位是前日本的駐台代表 他也認為英韓之間的差距拉大 帶大家聽專家又是怎麼看 話題在今天出現後續發展了 還記得藍營的立委議員們大鬧外交部嗎 當中在推擠對這一位科員造成傷害因此被告 觀眾朋友都關心什麼話題呢 您看見網路溫度計現在透過了大數據選出來 最新搭任們討論的是王金平罷韓遊行500塊錢 還有總統大選以及二階段的罷韓 也因為高雄現在連署書已經來到3萬份了 高雄市長韓國瑜他拋出這個話題說 接下來要蓋山海經樂園 帶大家了解 其實當地有一家好有名的鵝拉筋啊 就民眾來吃說看到有蟲在爬都殺壞了 吃有關啊觀眾朋友喜歡吃辣嗎 義大利做了一個最新研究發現 如果常吃生辣椒死亡的風險會降低很多 禮拜一終於最新的現場 要帶大家關心的是陽梅牧場 有新動物來報道囉 這是日本好夯的水豚軍 現場情況我們連線請生育告訴大家 生育 好的我現在目前的位置就在陽梅的牧場裡面 而現在呢就是這個水豚軍的家 那牧場裡面也特地打造了 這個最新引進的水豚軍的水時仿照日本的模式 那麼呢還邀請來了這個特別的來賓 還有影城的董事長張榮華 跟我們現在這個藝人中央 那我們來看一下照島的情形 所以我們也希望以後能夠跟這個 顏皮世界能夠多來交流多互動 那我們南部的好朋友 有空也可以去顏皮世界來走一走 因為我上次去我覺得很驚訝 哇非常非常的熱鬧 而且非常非常的精彩 總共有兩百多種動物 然後有兩千多隻 兩千多隻很精彩 那我們先看水豚軍不用跑到日本了 可以看到呢 這個牧場裡面呢 它是仿造了這個日本打造水豚的家 而且水池裡面呢 還可以看到有很多顆的橘子 它是有除錯的效果 那麼呢今天超Q的本尊 也終於跟大家來見面了 而影城的董事長張榮華 稍早也是拉開了彩球 正式來幫水豚的家來揭開序幕 歡迎他們的到來 而其實呢水豚他們的個性是比較膽小的 如果得到了他們的信任 還會就是賴在他的身邊來討拍 而圓滾滾的身材 搭配上超萌的表情是超級療癒的 以後也將會在牧場裡面跟大家見面 我們後續持續帶大家來關注了 還有選戰倒數計時 立委黃秀芳辦了聖誕派對 特別邀請的是小朋友來 最不上道真的是要特別留意了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畫面呢 真的超驚險 因為呢這一個白色的小轎車 它轉彎的時候呢 一輛機車突然衝出來 只見到呢這個機車騎士竟然騰空翻起 360度的空翻過了這個引擎蓋 而且呢是摔到地上一動也不動 等到警方到場之後呢 才趕快把它送醫急救 而其實呢這個機車的駕駛呢 九側超標 不只自己受傷還得要負上行責 好 接下來看到這個畫面呢 大家都很有印象 泡麵的主角你一定很熟悉啦 我們可以看到他戴著頭戴呢 手囊著這個撈麵網 相當的古早味 那另外一款呢就是這個運動飲料的主角了 我們可以看到他一樣呢是有戴著這個頭戴 那拿起網球牌 但仔細看這兩個人怎麼長得這麼下 好 眼見網友呢就發現了 兩個人大壯臉還開玩笑說 早上打這個網球啊 那晚上呢擺攤賣麵 沒想到呢連虛擬人物也這麼皮 好 接下來看到很多人呢夾娃娃機啊 就是希望呢可以有收穫不想空手而歸 但是呢你要有收穫可能都得要花上不少的學費 但這個高手呢可能就會讓台主大吃虧了 好 你們可以看到他使出這個甩夾的大法 只見他呢利用這個控制搖桿不斷的這個晃動爪子 把物品呢通通掃下來就這樣子一直掉一直掉 整排呢通通掉進洞口 把這個商品呢通通都帶回家 另外一招呢就是它破壞等於說上面的夾子 這個架子上面的東西呢就會通通都掉下去 哇 所有東西呢一口氣都爆走 真的是讓店員很崩潰 但這樣的做法不符合遊戲規則 還是不要嘗試了吧 好 中午時間吃便當 很多人呢都會買超商的微波便當 好 因為呢很方便啊微波一下就能吃 不過呢大家就很好奇啦 我們可以看到裡面的蛋都只有半顆 難道真的不能放一整顆嗎 還真的不行耶 因為這不是成本的問題 主要是安全考量 因為呢如果是整顆蛋放進微波的話呢 很可能就會爆炸 今天時間到了 每年到這個時候總是有人安排在假期長的時候 特別飛到南韓去做整形手術 不過接下來這個案提醒大家特別特別的小心 因為遇到了這種幽靈醫師真的是欲哭無淚的 南韓媒體最近就爆料了 有些整形診所打著醫生的招牌 實際上呢你躺到手術室之後呢 幫你做手勢的 卻是經驗不足的菜鳥醫師 開刀的手法非常逐烈 甚至有病患醒來發現幫他開刀的 居然是翻譯 帶大家一塊瞭解 今天問題的手帶位置在五谷 可以看到我背後這個背景好熱鬧 這邊總共有四千多人的這些雲林的鄉 有病患者的一塊兒